Hello 大家好 平时我们煮完的米饭 一次性吃不了就会成了隔夜米饭 但这种隔夜米饭还能不能吃呢 有的朋友说能吃 又有朋友说不能吃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今天就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最近一段时间呀 剩饭剩菜成了众人关注的一个健康话题 很多人都说隔夜的饭菜是不能吃 会对身体不适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说 像隔夜的米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不能浪费食物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像这样的隔夜米饭过了第二天 还能不能吃呢 像平时家里煮完的米饭吃不了 倒掉又可惜 大多数人都会把它放在冰箱里 或者是直接在电饭包里等待着第二天吃 但是炎热的夏天 大家知道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高 如果不将这个米饭放在低温冷藏保存的话 那这个饭很有可能就会变质变馊 那这样的米饭是完全不能食用的 所以说如果正确保存米饭呢 还是可以食用 如果发现米饭有变质 那我们千万不要再食用了 第一很有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 如果保存的方法不恰当 食物中会繁殖打量的细菌 这样吃了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就是保存米饭放在冰箱里 不能像这样直接放在冰箱 我们需要将米饭上面盖一层保鲜膜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使这个米饭与外界的空气隔绝 从而不会被冰箱里其他食物串味 也可以延长保存米饭的时间 第三隔夜的米饭也是有保质期的 不是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大家要注意 向门晚上将这个米饭放在冰箱 那么到了第二天食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高温加热或者是做蛋炒饭都可以 但是米饭放在冰箱里超过24小时 那这样的米饭也不建议食用了 以免吃坏身体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隔夜的米饭 大家要尽快将它吃完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隔夜米饭还能不能吃了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